大家好 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最新鲜 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华外消息 人民币炸了 就在昨天晚上7点33 7点34 就是一步之游了 简直是停不下来 就在这样的时候 一个消息震惊了整个财经圈 那是什么 中国的真实的外汇储备 露线 这个宝纸 被大家看穿 中国的真实的外汇储备 创14年以来的新低 这是什么情况 说好的 一直三万亿 动都不动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出来了 这个是非常精准的 一个外汇储备的真实情况 我们一起来悄悄看看 分析 分析 究竟是什么数据 小林财经给你独家带来 与此同时 国内也是快爆了 国内出现了 金线的一个百万亿 我现在万一都不好意思了 十万亿都不好意思 百万亿的什么呀 大空头啊 一个大空头来临了 一百万亿的资产炸出来 哎呦 什么股市 什么楼市 全得借马克思去 全得玩独子 敲敲啊 敲了 哎呦啊 敲鞭子了 这个什么大空头这么猛 一百万亿 从哪里来的呢 哎 这就细胞纸做的 烈了啊 我们先敲敲看看 分析分析啊 先说人民币啊 昨天晚上肉是止不住了 现在根本就是out of control啊 七一点三三 七一点三四 马上就来了 一日之内跌了五百个基点 啊 市场啊 纷纷分析啊 说这个中国央行啊 降息 降息当然是另外一头啊 降息他能不降吗 国内这个自现的失业率 都不敢公布了 香港国际中心都要摆地摊呢 他这个利息能不降吗 哎 现在 这个包包啊 这个中国央行 他在干一个什么事情呢 他在 尽量的让每一个因素 都想保住 啊 这个这个楼市往后跌一点 这个股市跌一点 人民币也跌一点 这个利率也跌一点 尽量让每一个因素都可控 这是中国央行现在的目标 他每一个都不想他完全炸 每一个都往后退一点 尽量控制在可控的范围 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来了 就是他没钱 他没钱了啊 最新的消息 什么消息呢 8月15号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 这个就是非常准确权威了啊 因为中国政府究竟还有多少钱 我们现在搞不清楚对吧 但是有一个是权威的呀 那就是美国公布的这个数据啊 就像我昨天说了 中国天天说他外貌怎么行 他出口全世界第一 其实啊 我是说汽车这个事情 丰田早已经实现了全球布局 人家都不算出口好吗 所以现在全球实质上有实力的汽车开发 一个大众一个丰田 基本上实现的全球布局 人家都不用出口好吗 人家都本地化生产 中国还在汽车出口 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小一个 中国为什么有这个东西 主要是当时特斯拉跟中国上海签的合同 主要是特斯拉 其他都都都是扯读者 那都是扯读者 实际上我们一看韩国的数据出来 韩国跟跟中国对不上 韩国说日本的贸易额比中国大 中国所谓十几亿这个这个人口的市场 所谓巨大的市场还没有日本大 这就是真实情况吗 那怎么可能那个十几亿人天天劳动 那个生产的东西 这个还是很多的呀 那证明中国里面这个工业生产 还有这个进出口衰退是非常严重的 这个说回美国 在美国公布了一个啥东西呢 就是美债持有者的信息嘛 很多小粉红五毛我们卖美债 其实这些小粉红五毛小学的美币 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美债就是中国外汇储备最大 最真实流动性最好最柔智的一块 那小粉红五毛还不知道美债已经是 就是中国公布的外汇储备三万亿里面 已经包含了美债 已经算进去了 能算的都算进去了 什么黄金呢 他给他估了个值 他怎么估的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中国所谓这三万亿的外汇储备 有多少含金量 只有中国央行是的 你比如说黄金 黄金其实是最虚的 在当今的俄罗斯 他说他家里面有几千吨黄金 一个这黄金怎么运 怎么变现 黄金的国际交易市场 现在跟全球的这些主权储备来讲 是非常小的 黄金是一个巨大的泡沫 我们有机会再说说黄金 黄金一旦这些主权 你真把储备的黄金拿出来 黄金直接就垮了 而且他怎么估的 我们还不知道 他以什么标准来估值 要算到这外汇储备里面 他把所有的都算了 就国内的人民币存款没算 我估计讲 他把这个什么什么 这个来持有的什么港币全算了 香港不是刚刚又转了六千吾吾 这几千万的港元 这个这也算了 全部算了 能算的都算 究竟有没有震灾 现在是河北这水灾都完了 拿了香港的港币 直接就抽香港的港币 这也是抽香港的外汇 他不能在大陆直接花港币 香港捐了六千五百万的港币 给中国 中国就兑换产生命币 其实又抽了香港的外汇 哎呀香港被抽干了 但是所以你已经算进去了 就比如我身家已经把我的股票 这个房产算了 我在卖房产卖股票 并不能增加我的身家 明白没有 我只是把它变成一种表现 比如我把股票卖掉了 要用他买了房 这并不会增加 还会减少 因为中间有损耗有手续费 所以卖美债并不能解决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还在说卖美债 那简直是蠢的呀 都没法说 但是中国美债 是创14年以来的新低 我们来看看 六月份美债前三大海外债主的 是有这样的情况 日本最近一两年 已经是远远超过中国 美国财政部六月份 国际资本流动报告 显示六月份日本再增持 想当年中国一直有钱的时候 中国也一直争持 所以究竟谁有钱 现在看清楚了 日本六月份再增持88亿美元 美国国在持仓达到一万亿一千零五十六亿美元 是美国第一大的持持有者 美债第一大持有者 想当年这个第一大持有者是谁 中国 中国已经在悄然的退出了 这个所谓的第一大持有国 这证明啊 他把他的家底卖掉了 他号称转换成了其他形式 我们咋知道啊 所以只有他持有的美债 才是他最真实 我们看到的外汇储备 而且是美国自己公布出来的 其他的 他说他卖了之后放在中国 这些随信呢 其实我们约等于没有 对吧 但是就给他翻个背 他也没有三万亿 你看 这个中国啊 六月份减持美债多少 113亿美元 减持了之后 这个钱就没有了 我们就这样理解就行了 因为他如果不是要花 他怎么会把它卖掉呢 我们可以看以前的数据 就看出来了 比如中国四月份以来 四月五月六月 每个月都在连续减持美债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他经济不行的时候 他就卖美债 而且刚好是我们看到人民币的贬值 他不断卖美债干嘛 拿钱来护盘 拿钱来护盘 但是啊 另外我们也看到三月份的时候 他是增持过的 也就是只要中国经济好一点 他就干嘛 他就增持美债 因为钱他也没地方放流动性最好的就美债了 所以从美债的数据我们就看出来中国央行真实的家底 现在已经是岌岌可危 剩下8354亿美元 这个比日本少了多少 少了4000亿 比日本少了4000亿 你想想 那那很厉害啊 里面 3000亿 3000亿 这都行吧 都行吧 反正就少很多 少很多 是吧 然后这个 22年 其中22年的时候 才最近的一个报告 22年12月的时候 8670亿美元 已经是创出来 12年半以来的新低 我查了一下 今年6月份 就是创出14年以来的新低 也就是中国真实的 我们能够确认的家底 创出14年以来的新低 而中国持有的 这个美国国在最高的时候 是什么 13年 你看是对上的 习包子一上台 一开始打傻逼 这个外汇储备 飞的一样减少 而中国外汇储备 从4万亿掉到3万亿 是什么时候 16年 跟这个美债的数据 完全对上 所以中国经济一不好 就减持美债 外贸它也做不开 我这个自现在这个趋势 它是hold得不住了 所以一个抛售美债 我们首先人抛售美债 不是一种反制措施 抛售美债 恰恰是中国不行了的一个结果 它这个结果不是一个手段 就抛售美债的钱就不见 你换成人民币吗 这不是手段吗 在外汇市场上天天要来 如果中国还撑着这人民币 其实现在7.3 7.4还是撑着 人民币可能要崩溃 真的要崩溃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中国再在这个点位 强行撑人民币 它要浪费大量的外汇 把外汇全花来撑人民币 也就是中国央行卖出美元 买入人民币 这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结果是外资全把人民币卖给中国 人民币就干嘛退出了 国际流通 你全部买回去了 没人流通 人民币国际化其实已经破产 说到在这里大家明白了 人民币国际化要达成一个什么目标 用人民币可以买外面的东西 和中国央行席包子干的事情刚好相反 它是收人民币出口物资 这蠢的呀 没法再蠢 一个没创灰 收人民币干嘛 自己硬就行了 没见过这么蠢的 收人民币出口物资 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它的目的就是 人民币国际化可以用人民币买东西 在外面直接买东西 这就牛逼了 这就不用美元买东西 我可以用人民币买东西 还有一个甚至更好的 可以用人民币来偿还外债 这是最好的 人民币作为一个买方的时候 这才体现出它国际化最大的价值 你比如我们可以用 你在国际上用美元支付 用日元支付 大家接受 接受 你可以用来支付才是牛逼 用来结算 用来收人民币出口物资 那简直是破产 现在破产 收人民币出口 这是蠢的不行 另外一头就是 他现在人民币也没有支付能力 全部收回来 为了保持人民币的汇率 所以他最后只能放弃 这人民币保不住 为什么 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国内这一块要崩了 所以他知道降息这个人民币下去 那降息人民币下去 他能不能不降 他不能不降 我们就说起国内这个百万亿的大空头来了 这个大空头是谁 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这大空头是谁 谁有一百万亿的资产 中国政府 为什么会这样的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有很多报道 94万亿的地方债 对不对 很多人在说地方债 对吧 但是地方债的困局 究竟困得有多矛盾 有多麻烦 我看现在除了小林财经 还是很多 很多人没把 我今天我就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一点 很多人都看热闹 但是没把这个问题 所以说得非常清楚 为什么 94万亿的地方债 现在说要化债 对不对 什么叫化债 这两个字 很多人没搞清楚 有很多人把借心在还就在债务处理 债务重组叫做化债 这绝对是错误的 借心在还就在并不能化债 化债本质上什么 一个卖资产 就我的债务 我把资产卖掉偿还 这是一种 一种就是金银的 就金银性的 金银性的就我们先不讲 金银性的基本上就没可能 一个中国现在生意难做 然后对于地方政府来讲 这金银性的基本上就收税 中国现在这说也没办法收上来 这比如很多 而且这数据太小 你比如这高铁高铁 你收这门票 收这票能有多少 这玩意能还 这94万亿的地方债的利息吗 利息都不够 这个列车 这高铁 什么高铁 公交 这一块钱 两块钱 这玩意压根就不可能 压根就不可能 涨价 涨行不行 涨了没人做 那工具 中国人就纳消费力还涨价 这海天酱油高了 还卖不出去 现在金融鱼都卖不出去 所以金银性我们先别讲 金银性就有新闻 我们在讲 我们讲卖资产 所以说到这里 大家就明白了 所谓化债 那就是卖资产 中国现在有94万亿的地方债 也就他要卖出94万亿的资产 用来干嘛 还债 但是我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94万亿的资产 可能已经整个中国政府已经吃不抵战 但是如果大家想象一下 卖出94万亿的资产 这玩意这市场能不崩了就见了鬼了 现在就是你试一下在股票市场卖几千亿 因为这个地方政府或者说过地方的国企它也持有大量的股票嘛 像前两天我们说云南产昆明产头是吧 昆明产头卖股票 那有机会就卖了那个红塔集团是吧 红红塔 也上市公司 要卖多少 现在要卖90 我就卖9万亿都是玩犊子 别说卖94万亿 卖出这么大的资产 有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 基本上是房地产 所以现在中国政府 中国地方政府已经成为中国楼市 中国股市最大的空头 这个事实很多人没看清楚 最大的空头是谁 最大的空头就是中国政府 他要花债嘛 他要花债要卖出天量的资产 这个巨量的资产就卖出去 他来让花债 所以现在江西啊 刺激经济啊 让胡锡金啊 大家买股票了 为国接盘呢 什么意思 就你们不接盘 人家怎么跑 所以 有的人啊 说还有人买啊 这个比如香港李嘉诚卖了 你们不买 李嘉诚怎么卖 就有的东西 这很简单的说起来就非常简单 我就说那个小林财经就是用最简单的语言把一个问题说清楚 你们这小酒菜们你们不去买 中国是不接盘 人家李嘉诚怎么跑啊 是不是很简单啊 哦 现在还有人买房 你们不买房 中国政府怎么跑啊 中国政府怎么花债啊 你们不去买股票 中国政府怎么花债啊 九十四万亿啊 中国有没有九十四万亿的小韭菜啊 把香港蓝丝挖光了都没有啊 明白吗 所以说什么什么逼贵源巨亏 这又又爆出来一个远洋啊 昨天远洋又是巨亏 这根本就没办法解决 全部得爆一个一个人民币现在外汇储备没有 一个百万亿的大盘子怎么接的 以前的外汇在接 这个只能让他硬着陆 不硬着陆 这还说一千到一万 中国要不就军管 要不就尾这个金马不尾 哪有其他出路 没有其他出路 远洋你看昨天 票据债券全部违约 全部都炸了 还有未来 不可能有行情 明白吧 有行情避贵源的老板还要爆雷吗 避贵源的老板不比我们渠道多吗 还有的小伙伴问我在墙里有什么机会 我 哎哟我的天 这墙里有什么机会啊 墙里有机会人家要赚的 六强灯位的你看这现在听说这个已经到美国了 买了一万多亿的大别墅 哎呦人家躺赢 那这么多老板为什么要认呢 墙里就没机会 人民币都崩了 人民币都崩了 这个有什么机会呢 造反 闹革命 最大的机会的 看一个搞一个是 造反 这个最大的机会了 我看 真的 真的不是开玩笑 现在中国墙里 我看 如果要有最大机会 你就造反 把中国共产党推翻 你成立一个新的党 你来当毛泽东了 你是最大的机会 没有这个更大的了 你这个做毛泽东了 还不是最大的机会 所以这 压根不是开玩笑的 现在现在睡习包子为什么这么怕呀 他为什么出门都要到处都要关窗 有人要干他呀 有人要干他呀 干他就是最大的机会呀 现在真的 那个除了除了这个中国 这个烂摊子 九十四万亿 你你让谁来干呢 没有人愿意干 还个做什么割让土地 没有人要 你这玩意九十四万亿 谁要啊 谁要这个烂摊子 现在就是送给人 以为清朝的时候 什么割让土地 现在就那个时候没债 这九十四万亿 谁要啊 拿来给你发养老金 那些养老金都掏空了 十几亿人的养老金 放在这里 谁愿意接盘 我问这个问题 我都怀疑中国可能会变成一个 一个像像那种什么肯尼亚 什么什么埃塞俄比亚 整天的可能就泪乱就算了 拿来的新政府 新政府发养老金 谁发呀 整个社保掏空了十几亿人的养老金 谁来发 我问 我就问这个问题 新政府有钱发吗 这定时炸弹 拜登说的 谁愿意管理中国 我看没人愿意管理中国 只能出现军阀 我都怀疑中国 北洋军阀 军阀混战 那可能差不多 所以这个最后想象地丰富了一点 那这个先说这点 绝对不说 打开小铃铛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